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以往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情绪极简 在我这么长时间以来做一对一辅导的过程当中 我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故事和人物 然后在处理事情上,我之前也说过 人间法则,金钱法则,吸引力法则 其实它是永恒不电的一个规律 可是为什么很多人明知道这个道理却做不到 很多人都说,以往道理我都懂 可是我就是做不到 那我们就应该接下来好好研究一下 为什么我们做不到 那这个为什么就来自于我们的情绪 那这个情绪来自哪里呢 就是以往的思考模式 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找到事情的根源 情绪哪里来的 就是因为我们人类的本身拥有的贪嗔痴 而当我们判断一件事情 我们贴标签,我们有自己的欲望 我们憎恨,然后甚至我们迷茫的时候 那我们就很容易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 而往往很多事情越搞越糟 就是因为我们在情绪当中把这个事给处理了 所以一般你处理事情的时候 你夹杂了情绪,事情就会越处理越糟 越处理越糟 也就是说我通过这个点 我们真正知道了 自己原来这个情绪会影响到事情的发展经过的话 发展结果的话 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就是想办法控制情绪 那有很多人说,以往不行了,我做不到 我说因为你做不到的主要原因是 你没有想过这个后果有多严重 比方说,打一个我们女人最容易的点 给大家做个例子 比方说你看到一件衣服 哇,好漂亮啊,好有冲动想赶回家 当你一看,哇,这件衣服两千块钱 这两千块钱对你来说,嗯,还行 没有到达说很不那个 你就会纠结啊,要不要买呢 两千块钱是有点贵 可是我就好喜欢怎么办呢 你就开始纠结,开始难受 哎呀,好心痒痒 但是如果你冲过去 你看到这件衣服是两万五千块钱的话 那你就,哦,你再怎么喜欢 就是,哦,这是我能力以外的 我不行,我不能去做,我不能买这个东西 算了吧,死了也要新了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 当你知道这个结果 它是一个什么的时候 你就不会再纠结,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们做的事情也是 有些时候我们之所以纠结 之所以会用错的情绪去处理这件事情 或者是说,以往我做不到 我明知道这件事情应该这样做 可是我做不到 主要的原因就是 你觉得你发泄情绪了 你觉得你所发泄情绪的这个方法 要比这个结果更重要 所以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以我自己的经验 一般情况底下 几乎是99.9%的情况底下 你的情绪处理事情当中 你会把事给做坏 首先大家要记住这点 这是永恒不变的定律 但是呢,如果你说 我想怎么样去控制我的情绪的话 首先一点就是 你尽量想事情 想长远一点 比方说,OK,我发泄了 我情绪好了 让我心里爽了 这是一个阶段 然后你会再想一下 那我自己爽了 对方听到以后会什么反应 对方听到以后 他会做出什么反应 而他做出反应以后 会对我有什么影响 那如果你想的稍微长远一点的话 一般你就会看到那25000块钱 也就是说 阻止你去做这个行为的真正的理由 那你就自然而然 情绪就可以压下来了 那再有的人说 不行,我在那气头上 我实在是太疯狂了 我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没有办法去抑制我自己 我怎么办 就情绪上来的时候怎么办 那我就会跟他们说的是 OK,那我们再来一个 再退一步的方法 就是我们人嘛 我们有情绪 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呢 我们首先要学会包容我们的情绪 而不是去阻止它 所以说 所谓的情绪极简 并不是说 我真的不要想它 或者说 我就把人丢掉吧 或者说 我就压抑压抑压抑 因为越大的压抑 接下来可能就会有爆发 爆发的很厉害 我会跟我的学员 跟我的这个一对一辅导对象说 你可以去找一些方法 让自己发泄 比方说跑步啦 怒吼啦 打拳击啦 打枕头啦 总之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情况底下 或者淘淘大哭啦 去发泄自己的情绪 发泄完了以后 然后让自己整个冷静下来 Calm down下来 然后再去想办法 我该怎么解决 我之前给大家说过 我说 当我做某样事情的时候 我也会有崩溃 我也会很生气的时候 但是我 因为我知道 在我崩溃 情绪的时候 我解决问题 肯定会出差错 记住 这是一个不变的定律 所以我会 所以我已经看到 那两万五的重要性了 所以我就会让自己 Calm down下来 我曾经试过 写一个留言 用了我半个小时的时间 因为我在我最冲动的时候 写那句话 肯定是最难听的 但是我就改 一遍再一遍的改 一遍再一遍的改 直到我整个戏 卸下来 OK 我整个人平静下来了 然后写出了 我最满意的那个留言 那个回复 然后我就把这个回复 回给对方 并且结果也是非常好的 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所以有很多事情 我们的宇宙定律 OK 还有我们所听到的那些道理 它其实就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定律 而且只要我们照着这个永恒不变的定律 去行事 就必定会有好的结果和对的结果 但是往往我们有时候是控制不了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情绪坏事了 OK 刚才我讲到的是 你先把情绪发泄完了以后 或者是等自己情绪Calm down下来以后 然后我们再去解决问题 这样的话呢 也是一种方法 对不对 那如果在紧急临时情况底下 如果说我突然间有情绪了怎么办 那我们就可以暂时用那个 哎我不想了 我不管了 我暂时就抛开 这种方法其实也是一件好的事情 但是这个只是暂时的 因为有些时候 你抛开情绪 你不想 可能反而是一种短暂的逃避 可能事情并没有解决 因为事情就在那里 而且它可能会转换成别的能量 而发泄出去 所以我建议大家的是呢 当你有情绪的时候 我们要首先要明白 我们人有七情六欲 这个很正常 就像天空中有四季 有下雨 有云彩飘过 这个首先很正常 所以当我们崩溃的时候 不要想 哎呦我多痛苦啊 我怎么人生这么惨呢 而是想 OK 我现在的情绪有点崩溃 这件事情确实让我很难过 我想发泄 我很压抑 那就让自己痛哭出来 哭出来以后 我就会说 哭出来会让我感觉好多了 然后 情绪归情绪 办事归办事 当你有一天 你可以把你这两件事 完全清楚的分开的时候 你基本上 你在你的人生 做的每一个抉择 都将会是在非常理智 清醒的情况底下 做的抉择 也就是说 你犯错误的机会 将会减到最低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经常会说 道理我都懂 可是我做不到 这个做不到 就是因为我们的情绪 而我们的情绪 就是因为我们的贪嗔痴 而造成 之所以我们看不到 这个贪嗔痴 或者是 就是因为我们并没有 真正的往深层去想 我们只看到那2500 没有看到那25000的 严重后果 严重后果 所以 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当我们真的看到 那个严重的后果以后 你自然而然 就不会去做那个 很 就是很崩溃的事情 就像很多人找我辅导一样 就比方说 很多太太 当她看到老公出轨 这件事情 她很崩溃 很痛苦 我会跟她说 我说这是很正常的 每个人遇到这种情况 看到自己心爱的人 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你的崩溃 你的 就是 咆哮 你的发泄 对你的婚姻 一点帮助都没有 对你老公 回到你身边 也其实一点帮助都没有 那并且 你这样做了以后 还会让对方更加讨厌你 还会让对方更怕了你 还会让对方更加想离开你 当她看到这个重要性的时候 很多太太都把这口气 这个情绪给压了下来 而且很多人 当她把情绪放下来以后 照着我跟她说的 或者说 照着真正 我们所看到的那些法则 我说过人间法则 就一个永恒不变 而且非常简单 你只要真正能把这个情绪 给压下来 或者情绪发泄完 把事给分隔开 然后可以清醒的 照着这个法则 继续走走你的人生 或者是处理事情的话 所有的事情 基本上都可以回归正轨 我现在辅导了很多很多 这样婚姻啊 家庭啊 人际关系 凡是照着我做的 他都会 都是按照这个法则来做的话 结果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 所以说我真正辅导你的是什么 我辅导你的就是 我要让你看到那个两万物 也就是说 这个事情的真正的严重性 当我把真正的严重性 分析给你 分析给你听 分析给你透彻了以后 你自然而然 就会学会情绪集结 就会把这个情绪 懂得怎么去安顿你的情绪 怎么安抚你的情绪 怎么包容它 然后把它处理好以后 然后非常淡定的 理智的来处理这件事情 只要我们理智的处理了 所有的事情 照着自然法则运转下去的话 它就会朝向一个正向 正确的方法来发展 而且是你 而且你一定会达到梦想成真 所以这也就是我之前说过 我们的人生法则 而且我们人卡在哪里 情绪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探餐吃又是另外一个点 这就是为什么 我说我要开人生竞技俱乐部 因为我就是要教会大家 怎么样去看清楚 自己贪嗔吃 怎么样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然后怎么样可以做到 情绪 情绪与事情 办事是分隔开的 然后非常理智的 看清看透 整个事情的过程 然后头脑清醒的 去处理每一件事情 那当我们真的可以做到这样的时候 我们人生就没有什么 是解决不了的 好 今天就短短的一个视频 讲一下情绪极简 最近实在是辅导很多很多的案例 然后大部分都是处在情绪 情绪上这个问题上 而且这个问题 如果一个人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话 就算现在你照着遗忘的方法去解决了 你日后当我不再交给你 当我不再帮你看透的时候 你可能还会再发生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所以很多事情并不是外人的问题 而是就怎么说呢 不是说别人没有错 而是我们身在人间 每天就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意外事件发生 OK 所以我们不可能阻止所有的事情发生 但是我们可以强大自己 努力的学习 让自己学会不同的技能 来应对这些问题 所以当你的技能都学会的时候 那些问题都将不再是问题 那你的人生就会比别人更顺畅 更幸福 是不是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期待又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分享 还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